南岛市建国楼和南游楼一带 楼面是空空窍窍窍窍 影响着用楼栏的安全 今天 管党人民珍 会动市长 委员和尚管单位 做回来到现状会抗 目前看到这条建国楼 属于下的程度我们大家都看到 这条在出入 南岛固定的小孩 没有打击到门楼中心 南岛国家的小孩 都要在这里出入最大 这楼团已经十几年没做检修 很多地方都出现必分 楼面也因为公算的问题 围了很多次 这条路有关有够 减贵会扣更是有检修的必要 建国路还有南洋路这边 因为管线挖的开挖的关系 到现在有很多的坑坑洞洞 让我们的骑士 骑在路上或者是开车 就觉得非常不平稳 而且甚至有在电波的感觉 所以我们来讲 他们驾驶者来讲 他们也觉得非常危险 欧水高 欧水高 欧电信 欧电信 欧到路边都没拔 现在我们的交通部 很重要是这些路平专案 所以我们管政府也要配合我们中央 特别过前期差不多到八百多万了 要把这两条路路边抠起来 还电风站 风阔白 我们到市长选怀林 跌回抗门时也会出现 希望管建府可以跟公参团队合成 跌路做好之后 既就一年来 不要再挥路 固化为其道路的拼借 希望我们的管建大会跟我们来配合 不要说我们做好以后 马上就来动我们这些路 这个我相信施工所还有我们的 现正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那么希望说大家重视我们这个用路人的安全 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路会更好 这个公众的心情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们说要求两年来 如果报告不可以我 各民以代表都尽管新民众用路的安全 他们都表示好的道路 可以偏面一些意外的发现 既然这附近的交通量大 希望管建府可以趕快的时间 较补用路人的安全 既然五位卖 彩虹报道